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样 味道特别棒 第一次来长河的石门县 铁铁咖啳 嗨嗨 嗨嗨 你好 枕客 你好 这是我老婆 你好 你好 嫂子 这是你一个人吗 这是我一个人过来 好 等了多久了 等了很久了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 因为来接客人的话 不能让你们先到 如果你先到的话 心里着急啊 这样不拟嘛 没事没事 我们就会期间很久 就会到这里 目前没签 好好好 好 我就看到你做你去狂山 那个视频 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 就是你讲的那几句话 这是什么呢 其实在别人看的 就是可能没什么 但是在我看的 就特别的清却 我一下子就迷上了 就是那个 你不是在那里 搞了泥羞狂山以后 你就直接在这个上面搞着吃吗 嗯 好 然后你就说 那个晚风的地上 等一下肯定你们有时候会说 这个后面那个牛粪还在冒烟 哦 我觉得 特别有味 其实我觉得 那个本来就是最真实的 对 大家好 我是欢子 昨天出关火县的 在湖南长斗石门县 今天跟到兵哥去山上 摘了一个刺骨 这个是什么 不可以吃吧 它里面是实心的 啊 不能吃 然后我以为吃了 莴花 莴花我们吃吧 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好吃的林子 叫金鱼满堂 要不要我你摘一个 给我摘一点 来来来 就是这样可以吃的 纯天然的 就是这样把它拌起来 可以吃 甜的 可以 反正就是那以前 以前就是 很穷的时候 我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他们就是 专门搞这个做粮食吃 专门做粮食吃 好多啊 你要吃太多的 嗯 它这个有 广东 还有的地方专门去用这口树 栽在自己的大门口 就是预示着这种金鱼满堂的意思 特别漂亮 就是这样 味道特别棒 我先吃一下吧 有点甜的 那如果再过两天 更加甜 嗯 味道怎么样 可以 甜不甜 它每个籽 可以把它咬破 可以可以 就这样吃 不用怎么头籽出来的 这个泡酒的话 我们这里 除南 常德 这个地方 就是 差不多每家每户都会搞 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带回去就可以泡酒了 对 那等下上面的刺怎么弄掉 这个刺等一下我们会有 很好的方法 回家以后就是 到时候回家以后告诉你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止TV